国中都没有念毕业 那么也不爱去上学 怎么现在呢 在少年官护所写下的这封信 看到提起枪来杀人的 这双血腥的手 竟然提起了笔杆 哇 写的程度好像超越高中生 那么其实警方也不是很买账 觉得说这是不是有高人在后面指点 想要用文情并茂的家书来换取减刑呢 不过呢 官护所说 廖国豪平常在这个所里面 很喜欢看书 半年来买了超过150本的书 不但是买书王看的书 还真的是一些有水准的书 读商周 巴菲特 还不是在看漫画 犯下翁起来命案的少年杀手 廖国豪在少年看护所里面 看的都是像这样 超过30岁以上的人 才会阅读的商业周刊 或者是桌上这些文学性的书籍 这样接触过他 以及侦办过命案的检警人员 都非常惊讶 除了爱看文学类的书籍 廖国豪还经常拜托家人 帮忙购买美国股神 华伦巴菲特的书 而且一买就是好几本 从去年八月关进少年官户所以来 短短半年 他已经买了超过150本的书籍 是所有收容少年里面的买书冠军 或许是因为书念的多了 文笔也跟着变好了 才能写出超过他国中 异业程度的忏悔文章 但也有人怀疑 廖国豪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求取减刑 甚至不排除背后有高人指点 所谓的高人指点 大概我想应该没有 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一般的少年 还有我们的管教人 以及来这边受课的老师 那也不至于有那么长的时间 去跟他指点 负责侦办翁起来命案的专案小组 私下表示 廖国豪生性狡猾 这些文字很可能只是他用来 骗取同情心的手段 如果他真的有心改过 就应该交出犯案枪支 以及供出幕后真凶 中文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